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 除了佛誕節 亦是漁港聚農節 譚公誕 最浪節最早起源於廣東香山苑 相傳幾百年前 香山苑瘟疫流行 向文在四月初八向佛祖求助 路過河邊的時候 河裏突然跳出一條大石 一位最紛紛的和尚見到 就跳入河裏和蛇搏鬥 還將蛇斬開三字 蛇血流入河之後 流經之處都生出聯西樹 向文筆河水配聯西樹葉飲用後 百病消除 就將大蟒蛇譽為神龍 以後每年的四月初八 鄉民都會武目龍謝恩 並伴以煮龍船球飯 祈求風調雨進 燒美水禍 老少平安 隨著香山苑不少人移居澳門 四月初八武龍的習慣 亦都來到澳門 一年辛苦 四月八日這一日 漁港行友都會上街武動聚龍 我們很小時候 已經跟我們家人參與這些活動 我們以往 玩這個醉龍 不是入口玩的 夜晚玩的 是收工之後 挑著大光燈 經過我們的魚欄 經過街市 大家一路發起 夜晚一路黑曬天 一路玩下去 澳門漁港的武醉龍特色鮮明 分為龍頭、龍尾 武龍期間 還會伴以喝酒醉武 四月初八這一日 鑼鼓圈天 鞭炮齊鳴 一對對的醉龍頭、醉龍尾 在漁港行友手中 互相呼應 引來街上的居民遊客歡呼 武醉龍已經成為 澳門社會的民族盛事 爬完龍舟之後 在習俗上 會將龍身藏在河蔥的泥裏面 我們保存它 龍頭、龍尾 供奉在祠堂 或者一些廟宇裏面 到端午前 大約一個月左右 開始練習了 在宗池、廟宇裏面 請回龍頭、龍尾 再裝回龍舟 這一段時間 他們會大平和宴席 他們會叫龍船滑 但我們澳門叫龍船頭飯 龍船頭飯絕對是漁港聚龍節 別不可笑的一環 很多居民每年都會去街市 領取龍船頭飯 他們認為吃過這個飯 就可以獲得神靈的庇佑 家責平安、身體健康 每一年成千上萬的市民街坊 就是想一份祝福 我們漁港將這份祝福 經過他們的手 去送給他們的朋友 親戚 漁港聚龍節 已經是一一年 正式列入第三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有傳承下去的必要 這個是離不開政府 對我們的支持 自從回歸以後 政府對這些傳統文化活動 是大力支持的 當時我們的特首很贊同 方方面面的層次 好 場地 或者我們的表演 不希望它失傳 希望能夠延續 澳門漁港年年4月8 最龍舞動 酒與噴灑 帶動全澳一片寬騰 這一切背後 是行友的火火熱症之心 興奮 風que 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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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